不是打手板, 我們以前的老師是打手背的 我也被老師踢過膝蓋 小朋友被性侵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但是完全沒有任何傷害 我們香港法例沒有約而法例 糟了, 他接受不了自己 有可能會變成一個戀童癖的人 如果是這樣的話 教育制度本身是否在虐待我們的兒童小朋友呢 那楊潤彤就應該坐牢了 Good night show, 個個得法後 今晚9點9, ViuTV